疫情之下 众多企业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位于盛泽的米勒线绳 在智能化生产线的加持下 现在已经开足马力 实现了满负荷生产 在公司生产车间 记得看到 工人们戴着口罩正有条不紊的忙碌着 据介绍 米勒线绳于2月11号正式复工 2月18号产能恢复50% 2月29号公司已经实现打产 米勒工程线绳苏装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产工业用线绳的得资企业 该公司隶属于年销售额超过5亿欧元的 德国KAP集团 秉承得起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企业通过不断提升技术水平 引进智能设备 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我们现在的话 像我们竞交机的话 我们目前一台竞交机 我们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拐整个竞交机 然后我们碾线的话 我们现在有7个人可以管23台碾线机 所以 那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自动化的提升 这是我们也是今年的一个重点 像你刚才看到那个自动包装 那原来是手工的 现在都自动包装 包括目前我们也有一些自动的下筒 落筒机也在调室当中 也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提升我们的自动化水平 据了解 2020年米勒县省将成立持续改进小组 从产品质量 智能制造 销售渠道 后期服务等多方面 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李正把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补回来 疫情的影响嘛 所以吴江政府这边也进行了 最近已经发布了一些什么叫疫情扶持政策 那么包括一些是社保减免啊一些政策 所以这个对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们应该来说根据目前的一些计划 包括一些影响程度 整个来说全年我们还是能够如期完成预算